郑宇是在我重新出发 还没去到有角色的时候 我都帮你演了一个两天的戏 无见到吗 该不是 神经合约 对 慧英红老师 她是香港金像奖 第一届的最佳女主角得主 她是武打片女性出来的 但这几年她演情戏也演了 文艺片也演了 恐怖片也演了 形形色色 五花八门 可以说她是中国所有女演员里 接触剧本类型最多的女演员之一 老板 声音好 那我觉得把她邀请过来 跟我们分享 以及看她的一些表演上的见解 对大家是非常有帮助的 我有请慧英红老师 好 你们好 打扰你们 慧老师好 进出外 我现在看到 我一直在找你 我明明知道你在这里 对啊 我一直在期待你的到来 慧老师 这个 请 是的 现在是这样的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根据自己的秘密 来编一个故事 然后编个故事以后 我们就寄信在这演出 大家一定要记住 人好看戏才会好看 要有人物 而不是只有世界 那大家就先把秘密就写下来 让他们自己写自己的故事 然后让别的演员或者自己一起去抽取 谁抽到的一个就是一个新的剧本 因为写的东西就比较接近生活 然后你演的像不像 现实生活中就有参照物 就会好玩 然后我这里呢 还有慧英红老师的一个秘密 我要一起放进去哦 哇 哇 现在 有请秋红抽取第一个 让张囊抽一个 翻层翻层 我要挑底下的 好 老师们要读出来吧 赶紧 我小的时候有一次考试考了六十分 爸爸看了以后非常生气 把我痛骂了一顿 后来我就检查了自己的卷子 发现满分六十 哈哈哈哈 这是个喜剧 你想跟谁演 志宇哥可以帮我演吗 哦好好好 哈哈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按 顺序开始啊 第一组 哦 哎呦 哦来了 开始吧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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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了 所有吃呗 不是这个是买给你吃的 买给我吃 对 你自己没买啊 我吃饱了 哎呦 你今天是 考试吗 哦 那考了什么橙子啊 好看 要不一样你吃口饭啊 考了不好就不给你吃了啊 哇好的好东西啊 都是你喜欢的啊 爸我考了第一名 真的啊 好 别骗爸呀 不要骗你 我一辈子没见过 考第一名的人 为什么我女儿会考第一名 这么神奇啊 你看两张都是第一名 这个是什么 六十分啊 六十分就第一名啊 对啊 那其他人呢 张楠考三十多 你为什么要跟张楠比啊 他笨啊 考三十赢很高啊 哎 爸好辛苦啊 你小说 转到这个高中啊 你看 平常你在村里面就走路就能去 这每天要花多少钱 坐公招车啊 知道爸 但我是第一名 老师表扬我了 我 现在的老师怎么遭遇小孩子呢 六十分有什么好表扬啊 啊 我啊 我以前在大队啊 我都拿九十多分 本来你爸拿一百分 不好意思 怕张楠 呱呱呱 哈哈哈哈 一个什么学校 这别念呢 回去那个 好一点的学校啊 这个学校不行 我告诉你 六十分最高分就是个烂学校 那我第一名啊 你不是跟我说当鸡头不当凤尾吗 我第一名我为什么我要回去 我回去我都 我也许不是第一名 这个鸡头还是一个小鸡啊 哈哈哈哈 你什么好当啊 六十分的鸡啊 是吗 都当八十分的鸡啊 来哭个什么呀 我没有哭 你没有哭是什么的 我觉得我考了第一名啊 我应该被表扬 为什么你要骂我呢 爸从来不骂你的 但你考六十分 你以为是你 要不就是你骗我 我没有 你根本不资格 我没有 我留意你 没有 我留意你 没有 我留意你 我留意你 为什么是第一名啊 为什么你骗爸爸呀 哦乖乖乖 哦别 先别哭 慢慢说 慢慢说 你没有骗爸爸 我 我 我知道我们来这边 读书不容易的 我觉得我很正气爸爸了 你那别上车 有啊 爸 我有了 我们家已经没出事了 啊 送你去远处读书啊 读个六十分回来啊 啊 爸 老师 爸 你别生事 我打电话明天别读了 我打电话给余老师 那给余老师吧 喂 余老师 我是 我是 我是高一三半的王玉文 啊 怎么了 玉文 我们 我们这次考试成绩发下来了 我考了第一名 对啊 你考了第一名考得很好啊 但是我 我只考了六十分 但是我们满分就是六十分啊 诶 老师啊 你把我余老师听见了 哎 玉文 你要跟你爸爸说 我们学校不是 唯分数论的 我们的满分就是六十分 就是让学生好好学习 你学到知识最重要 并不是为了分数而学习的 是为了知识而学习的 听明白了吗 为了知识而学习 不论为了分数谁读书啊 你小来啊 这位校长我想问你一下啊 你说我们读书是为了什么呢 仅仅为了分数吗 哎 当然了 哎 我看那个 你知道什么就免提吗 啊 老师 那个人生要追求是一百分 百分一百 为什么追求六十分呢 分数只是代表一个分数 最厉害的是女儿把知识学到了 我学到了 你学到什么呀 如果真的考了一百分 但是她没学到知识 有什么用呢 嗯 其实我说你女儿非常优秀 她每一道题都答对了 那我们每道题加起来 正好是六十分 嗯 所以你要好好地去想一想 知识重要还是分数重要 明天要不要来上学 看你们自己决定 好吗 拜拜 他也说得对 你 我 爸爸我觉得 你做你做爸爸 我觉得他说的没有问题 这什么没问题 现在你看 裤子都是七分